主料,一大粒面一把,培根或肉末,洋葱,西红柿,辅料,大蒜,番茄酱,发香,盐,白糖,黑胡椒,奶酪粉,用菜人数,一到两人,先煮面条锅中的水烧开后,加入一勺盐,一勺橄榄油下,入一小把量的一大粒面,不要着急用筷子搅拌。 在面条自然的饭末,带面条根部软化后,用筷子清,清饭转几下即可加盖子煮8分钟,带面条大约1-8成熟的时候,老猪用凉水冲一下,让其冷军也可以放进冰水中,化散之后,沥干水饭淋入适量的橄榄油,用筷子拌于备用。 锅中加入一勺量的橄榄油,将洋葱和大蒜切碎下油锅爆香,用中火慢慢炒至洋葱开始变色,然后放入切好的培根或者是肉末。 炒至培根出油后,加入切成小块的西红柿,加入适量的野白糖调味,炒至西红柿变软加入3-4少量的番茄酱,加入白小碗水小火,慢慢煮开直到糖色变。 红西红柿软烂后,再次根据自己的口味,加入白糖适量黑胡椒盐调为即可,可以将上述酱汁直接浇在煮好的面条上,可以将活软的稍微大一点把面条捣进去,快速的用筷子拌于这样,更加入味一些烹饪技巧。 面条在下锅煮时,一定要预先加入盐和橄榄油目的,去变于肉类以防面条粘连,之后捞出锅水能保持口感有将近加油翻搬目的。 是在准备酱汁时,面条不会粘连,洋葱和大蒜的量可以多一点,如果选用培根来做的花盐质量要适当减少。 新鲜番茄和酱汁同时使用,可以利用新鲜番茄的水分和鲜甜,让酱汁的口感更加复合,营养更加丰富。 这个搭配,可以在做其他番茄酱菜肴的时候尝试一下,真的很不错。 做好的酱汁可以直接浇在面条上,也可以在锅中拌匀,按照自己的喜好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